晚上是看它那个灯光跟环境的整个气势 那个氛围 白天的话就可以看到相对比较仔细的一些结构 这个整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不同民族 是不是建筑风格有些建筑都不一样 比如说各个族之间 建筑的方式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还是蛮壮观的这么静一看 其实在这样的环境 悠悠闲闲的环境里面 很自然的就会忘记我们是在工作 对 手机又响了 追星之路可不是一趟惬意舒适的旅行 这怎么搞啊 这次庞博为你们带来了 解开翡翠之心谜团的重要线索 我猜是这样的 一个代表一个字 现在到了考验你们团结和智慧的时刻 和在这里面的人多说说话 好跳 好跳 绝密 虽然很难懂 但听懂了会让你们更快知道去哪里 找到翡翠之心 当你们觉得找到了正确答案后 记得在群里发一闪一闪亮晶晶给我 即可开启验证流程 前面的船能等于向我们吗 有些东西要交给龙哥他们 S给我寄来一个包裹 有几份这个乌江寨的游玩指南 我感觉这个比较关键 但并不知道它代表啥 还有一份巨大的这个贵州的 贵州地图 好好好 对对对 GS 骂意思 等于要找线索吧 还不知道不知道能去干啥 我就先收着吧 好好好 感觉能用上路啥 那个袋子里面就只有地图 还有个这个本 不知道是啥 咱们分着看看要不 仔细阅读一下 我觉得可以仔细阅读一下这个纸 有 有东西的 是我太愚蠢了吗 内三内七 里边有东西 有 一直没仔细看这个本 龙哥 有新的提示 还有一本笔记本 它写的 内七 内三 内十六 接着一个外十四 再一个内七 它给了五个数字对不对 对 五组 它是不是每一个是在每一个区 我们也是这么想 但还没找到那个规律 但内外想不明白吗 我也想不明白内外 是不是在寨子里面就算 内 外面就算外 就可能线索的所在地 因为刚刚看了地图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结合 当地的这种风土民情 就譬如说它有什么出名的小吃 或者是他们的什么手工 或者是什么民族 类似像这些的 如果对应得到 其实机会就很大 好 咱要分组去吗 就分成三组 两个两个一组 两个两个 好呀 两个小丁 那我跟龐老师 好吧 那我们确定分组 我们就出发吧 好 走吧 好啊 走 走 我们走吧